手指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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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擀好以后把油酥倒在面片上 用刷子刷均匀 然后再从下往上卷起来 收口处捏紧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我们取一个剂子按扁 然后把豆沙馅包起来 包好后用手轻轻地按一下 然后用面刀压出纹路 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我们依次按照这个方法 把所有的面剂全部做好 接下来热刷油 放入做好的饼坯 盖上盖子烙2分钟 两分钟以后一面定型了 翻面捞另一面 然后盖上盖子再烙两分钟 烙的时候勤翻面 让小饼受热更加均匀 一直把饼烙至两面金黄焦香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一款非常好吃的玉米面的豆沙饼就做好了 这个饼吃起来两面焦香 内里层次非常丰富 香甜可口 如果家里面有老人不喜欢吃甜的 可以做成这样的无豆沙无油酥 吃起来营养又健康 当做早餐非常的美味 两种做法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做法还不错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哟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